从学理上来看 经济致甜越吃越痛 神经疼痛严重影响行动力 吃甜食有时候是不是 就会引发这个筋痛痛更厉害 从学理上来看 应该是 无助于缓解月筋的疼痛 因为有时候它个性很吃疑 走得比较快的时候 他會若名其妙突然疼痛 我就必須要讓他趕快 就是找一個有水的地方 然後喝吃一下 否則他真的會坐在那邊 坐一整天 有一次我回到家的時候 突然發現怎麼人不在 原來我媽媽住在那個廟裡面的椅子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再起來 大家好 我是楊芳 歡迎收看 樂活So much 聰明生活最easy 您是不是常常會覺得 怎麼有時候呢 感覺好像身體是 有那種刺痛 或是有針在扎你 甚至有人形容說 像這個螞蟻在爬 有可能就是神經痛 那為什麼我們的身體 會這樣不斷的在拉警報呢 好 今天我們要給您警報解除 尤其我們的專家好朋友來幫忙 好 首先是我們的神經外科的名醫 曾仁和醫師 歡迎曾醫師 大家好 生活保健達人Lawrence 歡迎Lawrence 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要請教我們的曾醫師 他為什麼會有神經痛呢 其實神經痛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名詞 是 那其實痛這個是一個症狀 那它背後所代表的原因是什麼 才是應該要進一步去探查 去探究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們就要來先大概知道一下神經的簡單的構造 還有人體神經的分布 基本上這是一個比較簡化的一個圖 就可以看得到其實我們人體要在這個世界當中 在活動要有接收到各種的感官嘛 所以神經的分布是密密麻麻的 粗略的分大概就是中速神經系統跟周邊神經系統 那中速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腦跟一整條脊髓 脊髓 對 那周邊神經的話 就是從腦還有脊髓所分出去的 好像數字密密麻麻的去感應各個身體各個角落 所傳達到的一個訊息 那其實這樣子的構造 任何一個地方出狀況 都可能會引起一個痛的這樣子的症狀 理論上來講相當的多樣性 相當的五花八門 但是其實我們臨床上真正遇到的 也沒有那麼的恐怖那麼的複雜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就是可以把神經痛 大概可以區分說是 你是結構性的問題還是功能性的問題 進一步去細看這個神經的構造 它有一個神經元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細胞核在裡面 對 就細胞核 對 然後一樣 這分出很多的這個突出的一個結構 去分布到它所要去對應的一個位置 那其實不管是這個神經元本身 或者是它所分出去的這些這些這些結構 出狀況也都會引起異常的訊號 引起疼痛就像我剛剛講的 看你是結構性的問題還是功能性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神經本身結構上出現狀況 是被切斷了還是被壓迫到了 這是屬於構造結構性的問題 那假如不是這一方面問題 屬於功能性的 就是說這一條神經它到底本身出了什麼狀況 神經痛這個症狀久了之後 困擾你很久 那來到我們面前 我們必須幫你去做區分的重點中的重點 好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要注意一下 來看看就是說我們這個神經痛 它其實有分幾個類型 您到底是屬於哪一個類型 那又怎麼樣來解決呢 我們最常遇到的 大概就是這一張圖上面的這四種類型 第一個是我們大家常常聽到 也常常在講的三叉神經痛 第二種坐骨神經痛 第三個 坐骨神經常聽到的 糖尿病的病患病有相當的多 它會有周邊的神經病變 然後再來是頸背神經痛 那三叉神經痛這個部分 那顧名思義就是在臉部 三叉神經分布的位置 那最典型的就是 口腔裡面跟臉的表面 一個突然的像被電到一樣的刺痛 那最常見的最典型的是 它在刷牙或吃東西的時候 碰到嘴巴裡面的某一個點 它就會突然這樣 非常的好像被電到非常的痛 所以不是牙痛 反而是三叉神經痛 其實這樣子的病人 最常見的是從牙科那邊轉接過來的 因為病人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最典型的就是嘴巴裡面會以某一個點 去引發這樣子的痛 所以一開始一定都會被當成是牙齒的問題 那經過牙醫診斷過 甚至也拔了幾顆牙之後 發現症狀還是持續存在 那這時候牙醫師可能就會有警覺 那個牙齒不就被擺一擺了 我也是想要扯一點 超可憐的 所以為什麼要看我們的節目 你就會 是是是要選對科別喔 不然你的牙齒也拔掉 就沒了一顆算一絲一顆枝牙 也要多少錢 少說要十萬 對啊 這很重要 但是其實實際上也許兩個問題 同時存在只是比重不同 就是說牙周病也有 只是比重上不同 那只是說後面 其實它隱藏一個真正的病因 就是三叉神經痛 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有這樣的症狀 請先看神經科 神經內科或神經外科 再去看牙科 對 其實順序倒過來也是可以 是不是更好一點 或者你都拔完牙齒了 才發現原來是三叉神經痛 就來不及了 長知識了 也知道說怎麼樣去拿捏 是 做過神經痛 它會比較會歸類在 是屬於結構性的問題 是 因為它到最後都會有一個 神經壓迫的一個狀況 對 那只是說在壓迫嚴重的前期 可能是神經稍微 受到一點刺激的時候 就會引起一些疼痛 是 那它的痛可能是一些 像也是類似像電擊那樣的刺痛 他說放射式的閃痛 對 那或者是麻 那麻的厲害一點麻到痛 是是是都有可能 那當然嚴重一點的話就會引起一些 這個肌肉的無力 癱瘓這樣子的 那糖尿病的部分 這個是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 因為現在 代謝性疾病的 比例 這樣子的患者其實越來越多了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 其實隱藏的案例 其實也越來越多 那血糖假如沒有控制好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看看 就是說你把身體的組織 泡在糖水裡面泡久了 其實一定都會出狀況 所以神經也是一樣 它假如在高血糖濃度的 這種環境之下久了之後 神經本身的功能 一定會出現不協調 所以它神經所接收到的感官 還有所做出來的回應 也會不一樣 那所以常常都會表現出一些 麻 痛 刺痛 灼熱 這樣子的感覺 那像糖尿病周邊病變 最常見的就是 前一陣子很常看到的一個廣告 這個小孫女 小孫女拿著這個漆的車子 壓過去沒有感覺 它末梢的部分 反應很差 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 它會產生的一個狀況 那頸背神經痛的話 它跟作物神經會有點類似 它其中有一類是屬於結構性的問題 也就是類似像頸椎的骨刺 壓迫神經 那另外一種會比較偏向 肩頸方面的筋膜發炎 筋膜發炎 那個是變成是比較偏向 肌肉疲勞跟神經病變 這兩種因素重疊在一起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 它的症狀跟骨刺的這個症狀 會蠻類似的 肩頸的僵硬疼痛 麻 甚至嚴重一點 麻痹癱瘓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整個神經痛來講 最常見的 我們大概就是這個圖上 這個表上 所列出來的這個四大類 好 那洛倫斯 你是保健達人 在您的生活周遭 有碰到那個拔錯牙 或者是說被抓去那個 開錯刀的嗎 其實因為我跟我媽相依為命 然後我媽媽也快80歲了 那她其實就有很嚴重的 坐骨神經痛 而且有尾椎鍵盤突出 而且還有脊椎側彎 在床上的時候 會抽麻到 她會痛到醒過來 而且會一直掉眼淚 而且甚至她會沒有力氣起來 就像剛剛曾醫師說 有一點半癱瘓的感覺 很嚴重的 那因為我們其實去看醫院 大概前後治療大概七八年了 醫生後來就告訴她說 算了你也不要治療了 因為其實開刀治療 其實有風險 因為我媽年紀很大了 她擔心會有二次的風險 所以就只能靠藥物控制 可是你藥物控制 會跟她的睡眠 跟生活習慣有關 當她那幾天沒有睡好的時候 她那個惡化情況很嚴重 會痛到她 眼睛叫都叫不出來 吃甜食有時候是不是 就會引發 這個筋痛痛更厲害 從學理上來看 應該是 無助於緩解月經的疼痛 因為她可能在吃甜食的過程 可以有一些 心靈上的滿足 或者是轉移注意力 但是其實吃甜食 讓身體處在一個 坦分高一點的環境之中 其實對於神經的功能 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我跟我媽相遇人力 然後我媽媽也快80歲了 那她其實就有很嚴重的 有做骨神經痛 而且有尾椎鍵盤突出 而且還有脊椎側彎 在床上的時候 會抽麻到 她會痛到醒過來 而且會一直掉眼淚 而且甚至她會沒有力氣起來 就像剛剛 曾醫師說有一點半癱瘡的感覺 很嚴重的 那因為 我們其實去看醫院大概 前後治療大概七八年了 醫生後來就告訴她說 算了你也不要治療了 因為其實開刀治療 其實有風險 因為我媽年紀很大了 她擔心會有二次的風險 所以就只能靠藥物控制 可是你藥物控制 會跟她的睡眠 跟生活習慣有關 當她那幾天沒有睡好的時候 她那個惡化情況很嚴重 會痛到她 眼叫都叫不出來 然後你就會 早上去看的時候 她那個床單都是汗 天啊 痛到她受不了 然後當然就是 第二個是我媽的很好的朋友 因為她長期是駝背 然後她其實 之前也是痛到 她都沒有辦法坐 也沒辦法站 都只能躺著 哇 而且她那個痛是全身的那種 像我們一開始講 有人像針在扎的 對 她是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因為她年紀 她九十幾歲了 她也沒有辦法 醫生也是剛剛講說 你就靠藥物治療 還有一個就是我自己的同事 她有很嚴重很嚴重的月經痛 真的很嚴重 就是我 因為我不是女生 我不知道月經可以痛成這樣 她是那種痛到 可以在抱在地上打滾 而且 會憋出那個眼淚來 然後因為她以前都會到公司上班 然後她就會突然 就是立架來那幾天很痛 然後她就趴在桌上 就沒有辦法動彈 她一直覺得 她自己在立架痛的時候 心痛的時候 吃點甜食可以安撫她的心靈 對 所以這次吃甜食 有時候是不是就會引發 這個筋痛痛更厲害 從學理上來看 應該是 無助於緩解月經的疼痛 因為她可能在吃甜食的過程 可以有一些 心靈上的滿足 對 或者是轉移注意力 但是其實吃甜食 讓身體處在一個 糖分高一點的環境之中 其實對於神經的功能 不是那麼的好 就如您剛剛說的 我們泡在糖裡面 對 所以吃甜食吃得多 是不是會讓我們神經性的 發炎可能性更高 學理上是說得通的 是啊 那正醫師前面有提到神經痛 是因為我們神經的細胞 可能受到損害 那麼神經痛它有沒有辦法透過 一些治療來做修復 其實就是說 假如是結構性的問題 引起的神經發炎神經疼痛 當然去解決那個根本的 結構性問題 就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療效果 那這可能要手術了 是不是結構性有時候 可能要手術 可能大部分都會需要手術 那當然現在的治療方式 也越來越進步了 也有一些手術以外的 保守治療的方式 那這個牽涉到一些 比較高階的疼痛治療的範疇 那就是另外一個課題 那假如不是結構性的問題的話 大概就要靠一些藥物 不管是藥物的治療 或者是平常的一些 保養類的食品 或保養類的藥物也好 透過那樣子的保養 再加上藥物的治療 應該可以達到加成的效果 那我想請教都吃什麼藥 醫生會開什麼藥 來治療這個 其實假如是 進入到我們臨床這個範疇的話 這一類的神經痛 比如說像三叉神經痛 這一類的病患 其實我們就是會 給他一些神經的安定劑 那種神經安定劑 其實就是有點類似 像我們在治療 這個腦部放電癫痫的 那一類的用藥 他其實就是讓神經的活性 稍微穩定 穩定 平緩 比較冷靜一點 明白明白 大概講白話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的道理 那如果說我們講 平常一些預防 或是減緩 那像羅倫斯媽媽 這麼嚴重 我相信 你和人家醫護好 你一定會找到一些 比較好的方式 來幫助他減緩 這些疼痛吧 我覺得其實 所有的 不管是長輩 或者是發生神經性疼痛的時候 他們其實心裡面的一個想法都是 可不可以不要讓我這麼痛就好 他們說他們沒有一定期待 可以完全根治好 因為很多時候 神經性的治療它比較複雜 我想曾醫師也說得很清楚了 所以他們只是希望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我在當下不要那麼痛 可以舒服一點 因為那個痛真的你很難想像 就是你看我媽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 我爸走得早 他養我們四個小孩 然後自己要做美髮 還要幫我們拔石把尿 他常常都是前面背一個 後面背一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 既然會讓他痛到在床上裡面 一直掉眼淚 然後你看可以痛到床都是汗 你就可以知道 因為他又怕說他叫出來會讓我擔心 所以他都自己在忍受 可是他有一天真的忍受不了 在那邊哀哀哀 我才知道原來他痛到這種地步 所以原來上我就會去查找 看有沒有一些營養素 是可以在他平常過程當中做一些補養 對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一些日本的一些營養學專家 他們就會提到說 有一些基礎的營養素 其實對我們神經腎上的一些修復或養護 是有幫助的 這樣我今天就有特別做了一個字卡 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些都是我媽實際吃過之後 真的對她的疼痛有立即改善的 就是讓她舒緩很多 我們先不論她是不是真的就實際 真的把她這個問題改善掉 至少讓她不要那麼痛了 然後可以睡個好覺 因為真的她越睡不好 她的疼痛情況就越嚴重 對 因為會養心酸 是啊 修復越差 像這個流心酸 它就是從日本先講的 然後它叫神經修復的奇基素 本身對抗自由基保護的這個神經 它有一些文獻參考 那我就會特別就是準備給我媽吃 所以我們家有時候會常備一些蔬菜 像洋蔥 蘆筍我就會備一些 然後還有那個 所以還有流心酸 對 有流心酸 只是說要吃很多 所以自然會找一些濃縮食品 然後像骨微素也是 然後它其實是來自於糙米 紫米 所以我們家其實基本上 已經不吃白米了 大部分都吃糙米或紫米 它對於一些我們的自律神經的改善 改善一些失調類的部分 還有一些穩定情緒有幫助 還有維生素B12 其實我跟大家說 有很多人會習慣覺得 那我神經疼痛是不是只吃B群 那其實從營養上來看是不夠的 因為有時候它個性很急 走得比較快的時候 它會莫名其妙突然疼痛 對 那個時候我就必須要讓它 趕快就是找一個有水的地方 然後吃一下 否則它真的會坐在那邊坐一整天 有一次我回到家的時候 突然發現怎麼人不在 原來我媽媽坐在那個廟裡面的椅子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站起來 因為太痛了 那我姐姐有特別做了一個字卡 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些都是我媽實際吃過之後 真的對她的疼痛有立即改善的 就是讓她為她舒緩很多 我們先不論她是不是真的就 實際真的把她這個問題改善掉 至少讓她不要那麼痛了 然後可以睡個好覺 因為真的她越睡不好 那疼痛情況就越嚴重 所以因為會惡性循環 是啊 修復越差 像這個流心酸 它就是從日本先講的 它叫神經修護的奇蹟素 本身對抗自由基保護的神經 它有一些文獻參考 那我就會特別就是準備給我媽吃 所以我們家有時候會常備一些蔬菜 像洋蔥 蘆筍我就會備一些 所以還有那個 還有流心酸 對 有流心酸 只是說要吃很多 所以自然會找一些濃縮食品 然後像骨微素也是 然後它其實是來自於糙米紫米 所以我們家其實 基本上已經不吃白米了 大部分都吃糙米或紫米 它對於一些我們的自律神經的改善 改善一些失調類的部分 還有一些穩定情緒有幫助 還有維生素B12 其實我跟大家說 有很多人會習慣覺得 那我神經疼痛是不是只吃B群 那其實從營養上來看是不夠的 它需要有一些周邊的營養素 來幫你輔助 因為你可以發現B群它更主要的 其實是穩定跟維持 然後讓你的神經性的作用可以維持住 所以你可以發現不管B12B1都一樣 可是如果你要加上一些修復的概念 你還是要加上像流心酸骨微素 然後像這個醃鹼酸 這基本上它有強效的一個抗氧化劑 當然Omega3也很重要 它可以讓我們的神經更穩定 所以其實營養素是一個複合概念 你單吃一兩種 就像我媽以前也常吃B12 因為醫生會開給它高濃度B12 可是怎麼吃已經沒效了 所以我們才會做一個複合性的 所以那時候B12只是單方而已 對 而且是高濃度B12 而且是醫生開的藥物之一 然後可是已經吃到都沒有效了 後來才知道原來其他的一些營養素的幫助 會讓你的B12發揮得更好 從食物或是從保健品 對 從濃縮食品上吃的會比較簡單 雙管齒下 是的 因為我媽有時候會去拜拜 那我就會請她就是務必要帶著 因為其實你平常在食物攝取上面 我們當然在食物上會讓她補充一些攝取 可是基本上我就會讓她帶著就是 就是像那種濃縮食品的概念 然後一顆或兩顆 那當然因為我剛剛說過嘛 這些其實營養素其實最早是傳承於日本 因為就是當初在跟日本的這些營養學專家聊的時候 他們就說其實日本在神經性疼痛也蠻多的 所以他們其實在很早期 就有在針對女性的各種神經性疼痛 或男性的各種神經性疼痛做一些研究了解 所以他們算是最早投入保健食品 在神經方面的一個國家 然後他們其實在研究方面投了很多的歷史 然後甚至於在臨床上做了很多的一些paper出來 那因為她的營養成分看起來都沒有什麼有害物 都是很天然的食物 那我就覺得給我媽實際試試看 那我就會逼我媽媽在家裡面 或者她外出的時候拜拜的時候要記得帶一包 因為除了她早晚固定吃以外 她如果譬如說走得很 因為有時候她個性很急 走得比較快的時候 她會莫名其妙突然疼痛 對 那那個時候我就必須要讓她趕快 就是找一個有水的地方 然後喝 吃一下 否則她真的會坐在那邊坐一整天 有一次我回到家的時候 突然發現怎麼人不在 原來我媽媽住在那個廟裡面的椅子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站起來 因為太痛了 所以其實我就會逼她 就是要隨身帶一些 就是一些神經性的保養品 隨時立即補充 然後她如果真的在痛的時候 立即補充去舒緩她 讓她可以走回來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 因為除了醫生固定吃的藥之外 她其實都是要補充這些食品 日本的保健品 常常是很多我們台灣人去 去購物的時候是必買的 如果你們各位有去日本的時候 你們去找這個 就是已經連續20年 拿到這個女性神經保養的 這個第一名的 基本上她就有一個推薦 我其實是有親歷過 所以我們對於那些神經性的保養的 那些食物才會特別關注 然後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找食品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又很懶 你要叫她吃大餅 就是吃很多顆 她又不願意 所以最好是那種 可以直接濃縮在一顆兩顆 然後早晚固定吃 她可能願意 因為她不會忘記 我媽常跟我說 其實我知道你很關心我 會幫我準備很多的保健食品 可是你要知道 我跟你的記憶力不一樣 我不是不吃 我是不會給你吃 所以你記得要 就是要簡單的 比如說早晚空腹吃 然後她就會記得 因為她會知道她跟藥錯 錯開來時間吃 對 那她盡量簡單 那她就願意吃 不過現在就是會 可以用那種藥 有一個方便的藥 我告訴你 問題又來了 她會忘記嗎 她會忘記什麼時候是早上吃 什麼時候是下午吃 什麼時候是晚上吃 可是吃完就空了 不是嗎 她會忘記哪一顆要早上呢 對 這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是負方的話 她就不會那個數量要這麼多了 就對了 或者那麼複雜了 是的 對 因為媽媽真的很辛苦 就是單親嘛 是啊 那厲害 又跟你培養 就是台大畢業 對吧 台大的高材生 所以你要好好的孝順 那是必然的 對不對 不過也很開心 你今天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出了自在 醫學上面 有真醫師告訴我們說 什麼是神經痛 那你要怎麼去面對它之外 我們生活的保健養護呢 又有更聰明的選擇的一個方法 所以神經痛 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你減緩 讓身體的這個警鈴警暴 不會一直嗡嗡一直響 希望今天的節目能夠幫助您 至少不要再忍痛了 有比較好的方法來解決 因為這一痛起來 真的影響到生活的品質 是的 好 觀眾朋友 你在收看今天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非常歡迎您 向我們樂活So Much的粉絲團留言 當然別忘了追蹤訂閱我們的YT頻道 今天的節目非常感謝我們的曾醫師 謝謝Lawrence的分享 謝謝 我們下次再會了 拜拜 拜拜 謝謝 請問您是否有這個 神經疼痛的問題 請問您是否有這個 月經疼痛的問題 請問您是否有這個 頸椎壓迫 頸椎麻痺 或者是您會有聰麻 手麻的各種 跟神經相關的問題 通常遇到這種問題 我們第一個 當然是要想辦法去醫院求診 尋求醫師的幫助 透過醫師的治療 讓我們可以輔助改善這些問題 第二個呢 你們可能要在平常的飲食生活當中 去補充一定的營養素 來幫您輔助在神經上面的 治療過程當中 幫助您做一些神經性的修復跟養護 讓您可以比較快速的去緩解 這些疼痛狀況 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將近連續20年 榮獲日本的這個女性 神經保養的第一個輔助食品裡面 最推選的商品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由我們安美獨家總代理的 何立安 它主要就是透油 透過這些完整的營養素的包覆 可以直接讓您更有效的吸收 同時由日本原裝進口來台灣 經過日本超過20年的一個臨床經驗 讓您吃下去之後 可以到身體 用最快速的時間進行修復 同時幫您做到養護跟吸收 同時它在20年的這個研究過程當中 也連續拿到女性最推薦首選的 神經相關的一個營養輔助食品 所以如果您曾經吃過很多的相關食品 或吃過很多的神經性的一個藥物 今天給您一個另外的選擇 給您一個補養自己身體 在神經養護上面需要的一個輔助食品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由日本原裝進口的何立安 它是100%原裝進口 同時裡面不只有B1跟B12的 一個養護成分之外 還放了一個非常特別 在日本號稱是一個神經奇蹟素的 流心酸 這流心酸它含量加到足夠之後 直到身體裡面會幫您平衡 幫您養護 幫您可以立即舒緩 讓您可以很放鬆地去感受到 生命的美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您今天想要選擇一個 真正是日本原裝進口 而且吃下去可以再立即 幫您感受到您身體 美好狀態之下的一個營養食品 我們今天特別推薦給您 日本原裝進口的何立安 除了富含B1、B12之外 也富含神經奇蹟素的流心酸 裡面還有一些骨微素 幫助您做到平衡 讓您的循環可以更好 讓您不只精神更好之外 讓您各種的身體狀況 也可以得到一些舒緩 所以推薦您 如果您正在找神經性的養護食品 推薦您選擇我們安美總代理的 何立安將會是您最好的一個選擇 何立安將會是您最好的一個選擇 最好選擇 我們先進到這個選擇 最適合的選擇